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一些资源股都开始升 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会对高位的股票的估值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虽然说昨天其实美联储主席是安抚了一下市场 就是说短时间内不会去收紧货币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在预期之内的 就是说基本上市场现在基础预期也是 其实要在2020年的年底这个附近才有可能去加息 但是确实因为考虑到接下来就是经济好转的预期 市场还是比较担心这个资金面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就是对大盘你现在的风险情绪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包括是因为本身就是已经剩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本来就是回调的需求是比较强的 很多事情需要就是获利回途 所以就是短期叠加了就是一些负面的因素 所以导致就是比较剧烈的一个调整吧 我们看到像周一周三是这个成交都是两次创了这个记录 就是说而且这两天是大跌的一个情况 这种现象其实最后市是我觉得是不太乐观的 就是说所以中短期后市可能还是会偏淡 那么在近期这种比较回调调整的状态 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会您有怎样的建议对于他们来说 我觉得现在肯定还是以防守为主吧 因为这一波调整就是整体的节奏 我觉得还是在预期之中 只不过之前的一波反弹其实离我原本预期要高一些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波跌浪可能比之前的那波下跌可能会时间更长 然后宽度也有可能会长度也可能更宽一些 其实基本的预期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有比较大的概率会回到之前的低位 就是28257这个附近甚至在稍微跌穿一些 因为就是其实整个的经济基本面开始讲到 其实还是在一个复苏的态势 现在只不过是市场比较担忧一个货币增的收益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真正就是完全转向的一个地步 所以就是我觉得短期我会偏空 但是中期目前来讲还没有说到非常悲观的一个地步 刚刚您说短期偏空的一个状态 不过游戏有优我们也看到比较有意思消息 像23号像内地入境澳门的人士是不需要再隔离了 那对于这个消息会否能带动一些某些股票 能够有个机会能够投资者能够把握的道理 我觉得其实我们之前其实去年底的时候节目里一直来讲 就是今年的话我其实会比较看好一些可选消费 然后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确实像一些航空股啊 酒店股啊包括像澳门的博彩股 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那至少说就是在大盘下跌的时候支撑还是比较强的 我觉得博彩股其实因为累积升幅短期那比较大的 就反而这个时候我倒不是特别建议投资者再去追 但是其实像一些酒店文旅这一类的其实不算特别高 然后我觉得投资还是可以就是作为一个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有个攻守兼备的作用 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预期就是经济复苏会在持续的推进 然后特别是下半年就是疫苗在就是比较普遍的接种之后 就是这个经济数据还是会继续转好的 所以这类股份就是跟后疫情时期有关的这类 其实是出现一个困境反转的机会的 那考虑到现在估值的还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部分是可以去估值的 无论是疫情还是各种政策可能都会对港股市场有一些调整 那说到政策我们看到特别是今天像香港将股票交易的印花税 是由0.1%提高到了0.13% 您对这个方面您认为对市场是否有一个影响吗 我觉得最直接影响是对于一些高品交易的一些机构或者个人 但是实际上对可能大部分的散户或者说就是长期投资的这种机构影响不会特别大 因为高品交易的话对于就是费率方面会比较敏感 那毕竟三个BP如果就是它很高品的话 就是总体成本会上升非常明显 因为如果你跟原来的0.1来比的话 它也上升了30%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是说特别短期去平凡的交易的这些机构和个人 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 当然因为在这个时点就是事况下跌的时点 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把负面的情绪去放大 所以说也是我觉得是推动了这一波就是调整的就是快速的加深吧 所以在长期来说其实影响不会非常大的在你们看来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本期我们的话题先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黄老师今天带来的非常深刻的解读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您持续关注 现在电视为您带来的其他财经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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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